當新手遊玩這個遊戲到一定等級時 就會發現自己實力不足 通常是到主線後期的Hard及VeryHard 即戰爭遊戲升到萬能者後 就會發現非常容易被打趴 拿不到三星S評價 這時有三種方法來解決 升三星角色 三星在培養上比四星簡單 而且容易限界突破到80人 但是能力跟四星比起來有段差距 升活動角色 早期活動角色都是三星 加戰素材收集有難度 當初在日服真的是玩到崩潰 幸好隨著時間這問題不斷改善 到最近活動角色都是四星 再加上都會有些不錯的技能 像是聖夜花冠的可蘿伊 跟優美精靈雷菲亞 聖夜花冠可蘿伊可以我方全體加35%防 以及消減對方全體力量35% 優美精靈雷菲亞 減免我方全體攻擊20%傷害 補血再額外增加我方全體魔力25%三回合 不過因為是活動限定 錯過不容易對換 第三 讓四星角色限界突破 第三種是理所當然的 聽到這一定有人在罵了 但對於無課玩家 卻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接下來就要介紹 這遊戲的最困難兌換道具 紅石灰石 紅石灰石是可以取代同角色的羈絆 的四星突破道具 本身兌換不易 通常在商店可以看到兩種兌換方式 聖暗石交換鎖 英雄的證明 守護之火 交換鎖 聖暗石交換鎖 兌換裡面的道具需要白聖石及黑暗石 用100及150黑暗石 可以兌換冒險者及支援者的 紅石灰石 而白聖石能兌換二星券 及三星券 以及增加CP的好感道具 抽搶券有低機率抽種四星的可能 而CP道具 可以幫你提升好感 想拿到這兩個兌換道具 要先回到主畫面 按下右上的齒輪 按下持有物 點進羈絆 開始賣不用的羈絆 只要超過五個都是多餘的 因為突破只有五次 二星兌換兩個白聖石 三星兌換十個白聖石 四星兌換五十個白聖石 十個黑暗石 但有一點要注意 活動贈送的四星 及愚人節四星 遊戲內是當作三星看待 沒有黑暗石 冒險者及支援者的 紅石灰石 仔細看會發現 需要賣十到十五隻四星 才能集齊紅石灰石 是很嚴苛的 所以才有另一個兌換方式 英雄的證明 守護之火交換所 這個交換所在特別交換所之中 需要使用三個英雄的證明 或是守護之火 才能交換 跟聖漢石交換所比 這是比較簡單的兌換法 但是英雄的證明及守護之火 通常作為活動道具來兌換 每次可兌換各一個 但是英雄的證明及守護之火 不是每次活動都有出現兌換 通常兌換一個紅石灰石 會需要二到三個月或更久 日版我為了突破我第一支四星 大概花了一年多 難度也很高 所以才有第三種 相對簡單的替代方式 英雄試煉 英雄試煉通常隨著卡池開放 而開啟 可以通過關卡收集特定道具 來直接兌換羈絆 每次只能兌換一個羈絆 雖然不像紅之灰石這麼方便 可以突破任意角色 但也是最簡單的突破方式 但看似簡單也有其難度 這次阿爾哥英雄試煉 普通難度掉落九個特定道具 困難難度掉落二十個特定道具 單看掉落物或許各位都想去挑戰困難難度 但差了一擊難度就差了很大 對於新手而言要有量力而為 但只要花時間就能拿到 算是這三種禮最容易得了 剛好再刷阿爾哥關卡士 存夠了英雄證明 就在這兌換且突破一次 老實說這隻雷菲亞不是很強 但當初抽到很多隻 算是有緣分 76等再一隻就可以塗滿了 等等等等 可是為什麼我這隻四星角色 無法突破 紅之灰池是壞了嗎 或許有人會有這樣的問題 想解決問題就必須先了解角色 先去角色介面 按下篩選 拉到最下面 就可以看到原因了 角色一般分為普通跟期間限定 按下期間限定 應該就能找到你想突破的角色 紅之灰池是只能使用在普通四星身上 而期間限定 就必須使用特殊的灰池 再次回到商店的特別交換所 點下諾姆票券交換所 可以看到最下方比較特別的臉格 這是期間限定角色的突破道具 青紅灰池 分別為1000-1500 這麼多票券 那要去哪裡才能拿到呢 諾姆票券一般都是解任務 跟活動兌換兩種 這次的阿爾哥活動 就有共計300張 不過需要活動道具875個 當然難度70的掉落10個 光閃閃就好放 而且距離最便宜的1000還差了700張 不過在通往高手之路 只有不斷的克服 只要能克服的人 就是向高手更進一步 所以展解到這 我也要踏上高手之路了 掰 希望這次的簡介能幫助到你 謝謝 我感到的